夏天过去了 我来到了1971年的秋天 还是这个房间 不一样的是 我在墙上发现了斑斑血迹 我想这应该是在告诉我 之前在月亮上看到的那一幕 其实是真的 曾经住在这儿的那个黄发女人 被屋里出现的神秘黑衣人给杀掉了 墙上依然贴着几张便利贴 其中一张上面写着 我将做些可怕的事情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花盆里的断手也不见了 抽屉里只有一把还带着血迹的刀 我天啊 这不会就是凶器吧 凶手不会还躲在哪个房间的角落里 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吧 我现在这么想想 真的是有点恐怖呀 那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那个女人是在1971年的秋天被杀的 而案件的唯一目击者 那就是窗边这只鹦鹉 那鹦鹉大哥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不 既然便利贴上暗示我 会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还给我留下了一把刀 想来想去 也只有杀掉鹦鹉 才能够得到线索 在鹦鹉的伤口处 我找到了一块照片碎片 至于其他碎片 一块在烤箱的左上角 一块在便利贴板的右下角 最后一块没有找到 不过应该跟这个坏掉的电视机有关 它只有按3才有反应 画面上有个数字6 看来要按照提示 一直操作才行 数完最后一个数字 电视机突然出现一个方块 诶 怎么屋里还下起雨了 哇 不对 这是雪啊 那 上面 哇 我就说屋里怎么下雪了 原来头顶的灯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只眼睛 最后在眼睛闭上的时候 掉下来一个碎片 透其所有的东西 直接来到了1981年的冬天 房间里安装了一些 不知道干嘛的机器 又发现了一个照片碎片 抽屉里找到了火柴跟斧子 而另一个房间里的窗户被封死了 一屋也不见了 烤箱下面还有一个碎片 还有墙上的照片后面也有一个 一个机器后面发现了最后一个 诶 没有想到这回我这么快就找齐了照片 这回就差一个方块 就可以通关了 在橱柜里找到了一个玻璃杯 暂时不知道干嘛用 但是我知道斧子是用来干嘛的了 砸碎窗户上面的封条 拿到了木板 柜子上的电视没有了 多了一个收音机 这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1310 应该是下午1点10分的意思吧 对了 之前屋子里不是 一直有一个用不上的时钟吗 我把钟表调到了下午1点10分看看 这黑衣人怎么就在钟表柜子里啊 他不会真的从开始就躲在柜子里看着我吧 这也太吓人了 找齐的照片和方块 这回应该就可以通关了 不过联想到我在墙上的便利贴 发现了一些研究数据 上面写着蓝方块和火能逃脱记忆 电话和燃料能改变过去 我觉得这故事的真相可能是 女主人公也就是那个黄发女人 在1971年的秋天被杀了 然后在10年后 她的意识复活了 还研究出了可以回到过去的办法 她从1964年开始第一次发现 自己的窗户外面有一个黑衣人 就试图通过电话提示 比如血色将至 说的可能就是她要遇害了 还有可能是女主人公 原本就患有抑郁症 因为在每个时间段的房间便利贴上面 都写着百忧解 而这种药是抗抑郁的 所以她幻想有人杀了自己 然后幻想自己回到过去 与黑衣人争抖 这一切都只是她的幻想 不过还有一些 我没有研究明白的地方 比如在84年的冬天 墙上的照片旁边都标着时间 不知道代表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那只断手 夏天在花盆里 秋天不见了 冬天也没有 而女人是在秋天遇害 夏天的断手又是谁买进去的 最后又是被谁拿走的呢 是黑人 还是谁呢 还有在最后窗户上的木板 被拆掉之后 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洞 又是怎么回事啊 那有没有人知道故事的真相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大家啊